哈囉大家下午好那現在時間呢是下午的5點20分 那古泰呢 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一個行情喔那 可能蠻多人 現在心情應該不太美麗的因為今天這個大盤全面是重疊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個三組的這個系統 今天無上漲產業 那幾乎全線都跌幾乎全線都跌 那當然古泰自己手中的四檔持股 古泰今天早上都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會怎麼做 那基本上你會發覺古泰的持股今天相對於其他股票而言 基本上還是相對強勢的 所以你今天 其實你如果跟古泰布局的成本差不多的話其實今天都 幾乎也沒有什麼傷害啦 OK 好那古泰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也不用太難過好不好也不用太難過那 先講一下這個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其實古泰有加開錄影 那通常古泰加開錄影 大概情況都很緊急啦 那 昨天錄影的時候呢 是 對於空軍的朋友 空丹 昨天 昨天跟今天兩天合起來 這個基本上是多空雙殺的 先講一下這個 昨天 其實是 跳空 曾經一度漲了將近 快六七百點 快六七百點 所以呢 昨天的盤叫做先 空丹 把空丹全部 掃停損完之後 先拉 六七百點 昨天是先拉 然後 今天是直接扣殺 直接往下扣殺 一千多點 所以 這兩天的盤 坦白說 古泰先生跟大家講 蠻多法人也中傷的 那 不論是多頭或空頭 空頭是昨天 被掃 那今天是多頭被掃 所以 原則上是多空雙殺的盤 所以 今天 不論多丹或空丹 古泰 要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 行情市場行情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 基本上大家也不用太氣餒 好不好 也不用太難過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大家 一樣 開心的 過週末 好不好 好 那古泰今天早上有跟大家講 就是 原則上 開低以上不做空 然後呢 其實今天早上開低有稍微拉高 有稍微走高 那可是 大概在九點多十點那時候其實古泰就已經在YT我有公開的貼文了 我有跟大家講 這邊 有阻力拉高自救 自救完他就準備要放手了 所以呢 古泰其實早上我這邊 有 在YT POWER 這邊拉高 雖然古泰沒有傷到 古泰有跟大家講 其他股票 古泰就不管了 我就沒辦法解了 因為 要解太多檔 太難了 所以 古泰針對於自己手上有的持股 跟大家做分享 你會發覺今天其實 新科來講 今天其實新科來講 蠻強勢的 那古泰分享的時候那時候還上漲 蠻多的 我那時候有公開分享說 古泰已經除掉 一些了 然後 然後第2檔就是安國 安國的部分 今天相對於其他細製裁IP來講 其實安國是裡面幾乎是最強的 那 你會發覺古泰前天接 跌停板 160幾 均價的成本大概在160幾以下 今天都還是賺錢 所以 你如果 幾乎都是跟著古泰的成本 跟著古泰的單基本上今天都是 沒有傷到的 那古泰 新科我也講很久了 我的均價成本在68點多 大概都在那附近 今天還是 相對強勢 所以 古泰其實 上個禮拜錄影就已經跟大家講 我就只剩下4檔 持股 就只剩下4檔持股 所以你如果基本上跟著古泰 剛好 新任古泰 這一波這兩檔也都沒有傷到啦 OK 那古泰今天早上 其實就已經先提醒大家 這邊 主力有拉高自救 可是他自救完就準備放手了 所以呢 古泰這邊 雖然做波段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做一點架差 所以呢 我們就把部分的 一些部位 我們稍微做減碼 小小的出這樣子 然後我有跟大家講 尾盤再來看 那沒意外今天尾盤 燈收最低 所以 古泰那時候 9點多10點 那時候po的時候 大概跌700點左右 那 從古泰po完穩 又多跌了300多點 現在夜盤又跌了200點 所以 從古泰講完又跌了500點 OK 所以這裡 要跟大家提醒 因為 今天 跟昨天 這兩天 昨天是先拉高 6700點 今天往下垂直扣殺1000多點 基本上 這個 不論你是散戶還是主力還是法人 今天都是重傷 所以 大家不用太難過 好不好 大家不用太難過 因為 大家去想一個問題啊 我們散戶的部位很小 主力的部位 法人的部位很大 他賠的一定比你多 好不好 開心一點 等一下去看個電影 吃個鹹酥雞之類的 好不好 古泰等一下去看電影 放鬆一下 好不好 這個有時候脫離一下盤面 會比較好 那 週末 本週六週日 古泰應該比較忙一點 因為 古泰剛好有一些事情 那 古泰會找機會 錄影 如果沒辦法錄影 我們也一樣會用 那個 用 寫貼文的方式 跟大家做分享 那 現在一個重點 先跟大家提醒 今天的盤面有幾個重點 古泰 其實在今天早上已經有先講 已經有先講 就是 你手中的股票 破 禮拜二的低點 請你 一定要 記得 古泰自己 自己我沒破那個低點 新科 今天還是 強強到哭喔 今天紅盤以上 還強到哭喔 那 安國 今天 其實也相對強勢 古代成本在16多 我都先 減碼一部分了 那你如果手中的股票 已經破了週二的低點 請你 一定要小心 好不好 古代 沒有破週二的低點 我就是稍微減碼了 那你如果自己 股 股票破週二的低點 你就自己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 今天很多法人都停損了 沒辦法 昨天搶進去的 今天一根跳空 跌 往下 往下罐 基本上都是停損 很多法人 今天 小主力全部都停損 而且 今天都是重傷 今天一定重傷 尤其你昨天才跳進去買的 其實古代昨天 就一直在聽零大家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的波動很大 請你一定要 守好你的紀律 6%以上我就 決定不追就是不追 你一定要嚴守這個定律 因為你昨天如果去追漲停板了 10%今天往下跌停板來回就是20% 這個很傷啊 這個是非常傷 所以 像昨天 你看喔 那個 我在今天早上有講嗎 安國昨天大摩跟小摩 都有進場嗎 人家今天大摩也認輸了 他也直接砍沒辦法 這個沒辦法 所以 連 這種大型的一個外資或法人一些機構 像今天外資 大家就看古代的notify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今天外資 期限貨買賣超 他 創下 應該歷史 新聞都有報 那實際上數字是 賣了1099億 期限貨加起來喔今天賣了1099億 選擇權古代還沒還沒還沒講 所以 先跟大家講 這裡 原則上 為什麼股代今天會特別加開錄影 還特別跟你講你的股票 週二的低點 絕對不能破 如果破了第一時間要減碼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因為 這一波的下跌 在 兩萬 兩千多點 在兩萬兩千多點附近他已經橫盤整理的 很久了 他已經橫盤整理很久了 昨天 突破很多人跟你講說 倒行反轉 然後呢 今天往下 我先跟他講喔 今年 這個盤 很賤喔 他是先倒再倒 還記得上一波為什麼這麼強嗎 他就是先倒再倒 倒完之後呢 這一波見高點也是先倒再倒 所以 這一波的殺傷力是很強的 今天這一根下殺是很強的 先倒再倒 所以 先跟大家講 今天盤面的幾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 因為古代怕週末沒時間講 所以 剛好趁現在讓大家有一點點對盤面有一些了解 那古代 也把今天看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今天 主力 早上拉那一段叫做自救 自救完後面就是放手 所以古代為什麼今天早上大概將近10點的時候我就直接趕快在YT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古代也自己有做減碼 基本上你如果是完全都是剛好Follow古代的Tempo基本上這一波幾乎都沒有受到傷了 好來 自救完 就是放手 那放手之後呢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幾件事情 今天盤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叫做 高價股的全面下跌 高價股的全面下跌 高價股的全面下跌代表大戶的資金全速撤出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呢 四星這一檔股票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四星這一檔股票他其實 那個什麼 他在 台灣50的全值股裡面 之前是 之前今年已經跌很多了 他排名已經排名到第50位了 那他今天其實是最後打到跌停 最後打到跌停 那0050的成分股審核請你記得 成分股審核大概是369 369 所以現在7月底 8月初現在已經8月了 所以 4星要特別留意 因為 如果8 9月 9月他沒有彈 然後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他的 目前的全值的排名 全值排名如果他 市值 加拳過 的市值排名 如果在50名之外 要特別留意 這個他被剔除 接下來 很容易越來越低 這裡要跟大家特別提醒的一件事情 那 不只有四星 就是0050 這個接近 排名第50名上下的 比如說 45名到 55名的 這 這幾檔股票大家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8 9月他沒有彈的話 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因為 被0050剔出之後他只會越跌越深 這個原本期待他是能夠足一個底 看起來目前是足底失敗 目前是足底失敗 這要稍微留意 好 那 再來就是 週二的低點 今天 加拳已經先破 加拳已經先破然後 貴買還沒有 所以下週如果貴買再破週二的那個下影線的最低點 請大家 務必 注意跟留意 應該沒意外還有一波多沙多 沒意外的話還有一波多沙多 尤其外資今天 空了 我們取診數啊 叫1100億 叫1100億 這裡都要特別的 小心 好不好 這裡都要特別的小心 1100億 那現在夜盤 還在跌 現在夜盤還在跌 所以 下週 先跟大家講 因為 今天晚上還有 還有 數據要公佈 今天晚上還有數據要公佈 那下週下週好像是Navidia的財報的樣子 那 沒辦法 因為 昨天拉高今天 跳空直接扣殺這種 這種 反殺 反殺那個 是最傷的 法人今天也掛一片 今天也 直接中傷 所以 如果你今天 有賠錢的 大家不用 太氣餒 好不好 不用太氣餒也不用太難過 等一下看要去逛夜市 看電影 吃東西 喝東西 好好陪家人 好不好 不用太緊張 那 下週 注意一下 好不好 原則上早上那一波你如果看到古代的貼文 自就 賠少一點點 後面大跌 可能就 就還好 就不 就不干你的事 你至少賠的比較少 今天很多 中後 大概 12點 接近 快一點的時候 很多股票都已經陸陸續續打到跌停 那 盤面的觀察重點 你會發覺今天跌停的 股票裡面 幾乎都是高價股 這邊要 重點要注意 包括雙紅 你去看一下這一波 那個雙紅那時候開法說的時候他就直接跟你講 那個 那個什麼 年底的時候 明年的時候你就知道誰在裸泳 結果他跌最重 他真的跌很重 所以 雙紅 六百多塊 他原本曾經一度到九百 八九百 現在跌到六百多塊 世新 M31 創意 包括 紅海今天起貨盤 起貨 紅海的起貨股票起貨也打到跌停 然後 台積電 也打到九百 古代那時候 還說 應該買不到九百以下 結果 好像下禮拜真的有機會看到了 啊 一樣 慢速 慢速 古代有跟大家講 就是慢速 原則上下週 然後 就幾個觀察重點 包括今天的夜盤 啊 數據公佈之後 還有早上 Intel 盤後跌了20% 啊 盤後跌了20% 然後 Amazon好像也跌蠻多的 所以 今天幾個觀察重點 就是 第一個 高價股 全線 都是 大戶資金撤出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今天外資賣了110億 賣了110億 好 然後 第三個重點是 目前只剩下貴買指數還沒破週二低點 下個禮拜 如果週二的低點貴買指數全線跌破 盤中一跌破你就要有警局了 你不要那麼傻傻的 盤中只要破或者是你個股自己破 很重要 請大家注意如果有破第一時間 你可能要稍微做一點減碼的動作 站回去再接回來就好了 因為 下個禮拜如果再跌 因為最近的波動 現在 古台現在用心理學的角度跟大家講 線上應該也有蠻多做期貨的同學 那 這一波的期貨 大家應該覺得很煩 因為 沒有連續性 我想要流倉都不行 你只要一流倉上昨天多單很爽的今天直接 哭到不要不要的 那你昨天去做sale put 今天 大概就直接 扛出去了 這個今天古台沒看到新聞 不知道有沒有相關的 你如果昨天去做sale put 今天大概就直接 直接負債 負債累累 OK 那你如果又沒有上保險 這個 大概今天都直接扛出去 今天1000點 幾乎都扛出去了 所以 最近的期貨你會發覺 古代之前上個禮拜就一直跟他講 本周大概財報周會比較沒有連續性 要嘛就是短坐為宜 短坐為宜 清倉短坐 有價差就run 有價差就跑 OK 正因為最近 每天都是四五百點的波動 正因為每一天都是四五百點的波動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只要 上 這一週二的低點 一貫破先跟大家講 就如同今天古代早上 有特別跟大家提醒的 大家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我不想玩了 全部砍一砍 這樣懂得意思嗎 所以 週二的低點下個禮拜如果全數跌破 大家一定要特別謹慎 市場上 第一個 信心不足 第二個 很多人 已經受不了 每天四五百點 忽上忽下的 已經受不了了 很有機會 就全數 全數砍出 那全數砍出 再來就是融資 看一下今天的融資有沒有在減 今天如果融資沒有減 現在已經跌到這個節骨眼 已經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有機會 有機會繼續多煞多 的味道出來了 所以 下個禮拜優先注重貴買指數 原則上今天股太波穩的時候 該調整就要調整完 你就不會多煞那後面三百一點 然後現在夜盤又多跌了兩百多點 OK 所以這邊先跟大家講 一下下週幾個觀察重點 那現在大戶資金撤出 下週如果貴買週二的低點又跌破 這個大家還是要保守的應對 還是要保守應對 那股太 那個今天已經 減碼了一些些了 已經都減碼了一些些 你說 股太台積電可不可以買 紅海還可不可以買 你如果是用零股的股太個人是覺得 你就慢速 沒差啊 整張 股太今天早上就已經跟大家講 整張的買點還沒到 整張的買點還沒到 尤其台積電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台積電下面的 缺口 在八百五十幾塊到八百 古代之前有跟大家講八八八以下 大概八百五十幾塊那邊有一個多方缺口 目前看這樣的態勢下個禮拜是有機會慢慢朝這個目標前進的 所以 整張的買點再等等 整張的買點再等等 那今天就大概跟大家簡單分享到這邊 大家不用 太傷心 好不好 不用太傷心 我們 我們下一波行情好的時候再把他賺回來 好不好 昨天跟今天一來一回的 坦白說啦 昨天跳進去了 今天 蠻傷的 沒有錯 所以早上 你看喔 早上為什麼會拉拉一波 是主力自己也受不了 主力自己都受不了 賠太多了 那 古代有今天有跟專業百學員講 早上這一波自救完 放手 有些主力會幹嘛 他有機會幹嘛 反正靠我都賠了 我拉高自救讓我自己賠少一點 有些主力他會特別去反手 比如說我拉高好全部停損完 停損完我就轉 轉手放空單 所以你會發覺 今天拉高自救之後為什麼古代會特別跟大家提醒 這邊 很有機會就是呈現一個放手 那放手 有些主力積極一點的他就會轉手去放空 今天很多股票包括 神盾 打到跌停 有沒有 然後 M31啦 四星啦 還有一些 雙紅 等等之類的 大概也都陸陸續續高價股都打到跌停 所以 很多 很多 就是這樣 所以 大家如果今天 如果做的 今天有稍微賠到錢 大家也不用太 失意 好不好 也不用太失意 這個 我們還是要過嘛 那難免 遇到修正 股市難免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 太care 好不好 今天就 好好的 放假 好好的放假 OK 大概 大概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股泰想一下還有什麼要講的 今天觀察到的重點 大概就這些啦 那你說 股泰 那你這四檔股票還可不可以 去買進或者是 續報之類的 股泰先跟大家講 這樣講好了 你說新科今天還是相對強勢啊 還是蠻強的 對不對 然後 盤後好像有那個 消息出來嘛 台積電 好像傳出什麼 跟群創什麼 搶地成功 搶地成功等等之類的 anyway 新科 古代 這邊就是跟大家講 他就是有 獨特性 那包括安國也是一樣 那 那時候 7月29號 這個 免費客戶輔導的時候 古代有跟專業版學員講 這個 原本古代是幹嘛 有神盾也有安國 後來古代只留安國 古代有跟大家講 整個神盾集團裡面 大概 他會只會先拱一檔出來 所以 古代只留 基本面 今年最有機會 虧轉贏的 就是安國 所以你會發覺 安國跟神盾比起來 好像 安國 稍微強勢一點點 那今天安國也沒什麼跌 跌5%而已 跌5% 跟古代買在一百六十幾跌停價以下的 其實 今天 都沒有什麼傷害 都沒有什麼傷害 那 未來 因為 本週 今天二號嘛 所以本週接下來陸陸續續會公佈營收 神盾集團跟 新科 古代還是會持續留意他包括G2C概念個股 這一波如果回檔 應該這麼講啦 這一波的大回檔修正裡面 大家可以 趁著這一波大跌 仔細去研究 包括 這個 古代透過軟體 TOMD 大概他的支撐落點會在哪裡 這個古代 到時候 有機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反正 反正 古代講過的這些股票 有回檔 修正的時候 其實古代 都會在幹嘛 都會把他列入 古代的觀察清單 那譬如說 古代先跟大家這樣講好了啦 比如說有些股票你停損完 他之後修正完之後再重新標回去的時候 你自己要設一個什麼 修價通知 不要 其實你每次標股你都有做到 可是每次就是買不回來 OK 所以 你有做過 曾經讓你賺錢的股票 曾經讓你賺錢的股票 你假設真的停損了 或者是停利了 不要忘記他 隨手 把他幹嘛 隨手把他設 修價通知 好不好 隨手設修價通知 他比如說 你是想低階的 那你就幹嘛 等到什麼價格 來了 觸發 你就買進 那 比如說 你要等到確定他指跌轉強了 你就追 那你一樣設個什麼 到價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 不然 很多時候等到你重新回頭看他的時候 你都會買不下去的原因 其實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你有成本的概念 比如說 古代 古代 我在那個什麼 比如說舉例 舉誇張一點 我在600塊賣掉台積電 你現在叫我用800塊買回來 我怎麼願意 市場上大概有90%的散戶都不願意 我600塊賣掉台積電 你叫我800塊買回來 我又不是盤子 對不對 你事後回頭看 他人家漲到1080 對不對 你如果有這個成本的概念這個思維 你後面200多塊就賺不到 對不對 像7月29號古代那時候有跟 這個專業版學院講 149塊的自勝古代出掉 出掉之後 他曾經最低跌到150幾塊 對不對 曾經最低跌到150塊 150幾塊 古代重新賺回149塊 再把自勝買回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穩穩的賺到什麼 賺到他 這一波上漲到200多塊的自勝 張天的懂嗎 所以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設定道價通知 假突破 我們就先走 不論 停損還是怎樣 假跌破 咱們再來買進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操作概念 不要怕停損 不要怕停損這件事情 OK 那今天呢 就大概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主要也是 擔心大家今天心情不太美麗